之前市長說每天確診200例 就會啟用新政居家醫療 請問今天信義區試辦狀況如何 有多少人使用 預計到什麼時候 其他的行政區什麼時候能夠加入 陳時中指揮官建議 台北市動作可能要快一點 今天早上第一個鐘頭問幾個三個 但是我不曉得一整天下來 到底幾個鐘頭不曉得 第一個鐘頭就收了三個 我想陸陸續續會增加 第二點我們今天是信義 明天預計是大同跟中正 在後續就看這個定義數增加的速度 這個陳時中建議我們動作要快一點 我也很希望快一點 可是我跟你講大家先講好 目前中央是沒有什麼標準準則 我們台北市就先走了 到時候不要再怪我們 這個 因為沒有中央的標準 所以我們只能且戰且走 摸著石頭過了 我也希望說 我們將來是這樣 我們要想辦法不要讓確診者增加速度太快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要讓確診者 情況需要就家裡不適當的 不適當 像居家治療的還是住防疫專家旅館 家裡可以的就擺在家裡 真的不行 症狀嚴重才送醫院 這樣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 我想會 會讓這個防疫體系撐久一點 是不是很明昇 一定會 我們從深淵 破壞小